同样是开店 为何有的开没多久就得关门大吉 有的店虽是小本经营 却能以小博大大发力士呢 资金 技术 人才 服务 通路等 是经营者都得掌握的至上筹码 然而有人筹码多 却很快已失败收场 有人筹码少却能大展宏图 其实开店最重要的至上关键 往往不再有形可见的人事物 而是再能妥善运用这些人事物的内在心法 为了协助所有想创业致富的伙伴 行销管理权威专家林志成老师 特别以他数十年辅导过数百家公司 团体的实战经验 推出黄金店长系列 从如何经营店铺 品牌行销 销售技巧 顾客服务 黄金团队 商圈开拓等六大主题切入 内容涵盖了店面经营的所有相关层面 难得的是林老师要传递的不只是一种系列的知识 而是能用来迅速有效解决问题的实战心法 透过无数精彩的案例及精辟生动的解说 在短短12小时内 汲取林老师数十年累积的心血结晶 不管您已开店或即将开店 轻轻松松打造黄金店面 快快乐乐成为黄金店长 绝对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而是提前就能实现的现在进行事 资源的力量 所以要合作 你要资源的力量 所以你现在必须要有资源的力量 如果隔壁在昏沉 你就会说 这个好天啊 这个好天啊 就叫起来 那叫资源的力量 你也要资源我的力量 你的掌声很大声 大家都不会睡你知道吗 做团队就是这么一回事 要有资源的力量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参加辩论社 那么我在大一大二都是辩论高手 那个时候都辩论社 我的印象中我在辩论的时候 碰到对方非常强的辩论出来的时候 或有时候不晓怎么办 被塞死 那种论证被塞死 我大学参加辩论社的时候 有大串杯辩论赛 被塞死 我记得我什么时候会解套呢 就是我不管讲什么话 下面的鼓掌部队 对 对 对 我还没讲话 对 你知道吗 我在上面这个力气就来了 你觉得我说得对吗 对 那个力气就来了 所以那个时候本来很紧张 可是下面有鼓掌部队 你那个力气就会出现 这个叫什么 叫资源的力量 所以团队就是做这么一回事 所以建立合作的文化 单打独斗 不能成就群体 有群体概念 才会有团队意识 业绩无法藏红 文化才能永续 建立团队的文化 比要求业绩重要 而这种合作的文化 就是你很重要 比业绩更重要的文化 建立合作的文化 这叫黑人起歌 黑人起歌 这里有用过黑人起歌 hidden牙膏的请举手 你没有举手 我只能说你跟台湾有脱节 以前有一个叫狮王牙膏 听过举手 以前有一个叫天公牙膏 听过请举手 tiko tiko 牙粉 用过的请举手 谢谢 有举手应该都有一些连迹 因为当时的牙粉 那个是天公 tiko tiko 黑人牙膏 现在长这个样子 你知道这个黑人 这个字 Dark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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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英文的字根里面 有一点叫做黑鬼 这样子的一个用译 如果更重要一点 叫negro Ne-e-n-e-g-r-o 那更有歧视人的黑鬼的用译 所以后来这个 Darkie这个字不是很好 有那个味道 它没有Negro这么严重 可是有这个味道 所以后来就 黑人就来台湾告诉你 不可以用这样 这不晓得谁开始的 非常厉害 就把Darkie K改成L 所以你们现在 现在拿的黑人牙膏 叫什么呢 英文叫做 Dark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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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K改成L 然后你不能用黑人 你怎么办呢 就变成半个脸 你说我是黑人吗 不 我这个是白人的阴影 广告 你们家里 有用过这个吗 它的广告 当一支牙刷出来的时候 电视的广告 希望你用多少 满满的 就像这样 满满的 我问你 刷牙 有必须要用那么多吗 那为什么要用满满的 你才会吐掉 不吐掉 所以它的业绩 一半是被吐掉的 我一个朋友 到网品系统去上班 我特别又在讲这个案例 这家公司有特殊的合作责任的文化 资源合作责任 他们去这家公司上班 你的洗手 洗碗巾 清洁剂 卫生纸 肥皂 今天叫了多少 在那个月底的时候会结算 结算会公开给所有的成员 知道说我们这个月叫了多少 那么店长 他们就会跟这些人员讲说 我们这个月多用了哪些 那都是我们的成本 所以我们的薪水跟我们的红利 都因为我们多叫了多少 那这件事情他们不断在灌输 我朋友的小孩在那边上班 他们回来告诉我 我说真的吗 这么强 后来去到他们家里面 他会经常讲 叔叔叔叔 洗手精不必用那么多 两滴就够了 不必用那么多 肥皂抹一下就可以了 不必用那么多 我说为什么 我们店长说 那个都是我们的成本 去上班以后 就变成是一个责任的文化 所以小孩子到这种地方上班 这不是坏事 小孩子当兵不是坏事 小孩子去学痛苦的事 不是坏事 因为他会学责任的文化 对你们家太好 后面他就不好 我们翻成国语给旁边听 好不好讲一次给他听 好不好来 对你的孩子太好 将来他就不好 所以他们在训练这种文化 怎么样子来训练合作的文化 第一有几个内容 第一落实经营的理念 跟领导的哲学 第二打造共同的目标 压力跟团队需求 第三建立奖赏与赏罚的标准 第四传承关键人物 与关键事件的精神 第五活化内部社交活动 与外部的行销活动 第六强挂组织仪式 跟奖赏的意义 好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六个东西 那到底是怎么样子操作 其中有一项 要跟各位特别拿出来报告的 叫做关键人物 跟关键事件的精神 我在辅导阿兽皮血有一段时间 那每年他们在年底 要去表扬的时候 有各种表扬的项目 比如说业绩达成 比如说最高业绩 比如说顾客量最大 比如说单比成交最大 比如说成长度最高 最佳年度新人 最佳成长奖 反正就有很多奖项 其中有一个奖项是叫做 最佳特别贡献奖 我就很好奇说 什么东西叫做最佳特别贡献奖 其中在公馆店 有一个叫树侠妈妈 他们都叫他树侠妈妈的店长 这位店长他不是每年都是业绩最高 可是特别贡献奖都会被颁奖 那为什么会被颁奖呢 因为去他店实习以后 当店长的表现平均最高 很容易成为全国最佳解除店长 在全国白行比例里面就会前几名 所以只要在他的店待过的 就很容易当店长 就很容易成为最高表现的店长 他的业绩不是最高 可是他就是很会训练人 成为最高业绩的人 所以公司没有奖项排不到你的时候 怎么办 就给他一个叫特别贡献奖 所以特别贡献奖这叫什么呢 这叫鼓励一个合作的文化 也许你的业绩不是最大 可是他有合作的文化 会帮忙人家 这是一个传承的精神 我们说这叫第四 叫团队共识